第851章撕裂空间 下 这道雷光似乎直接作用在了三个大妖的元神之中 当雷光散去之后 金毛酸和那蛟龙除了身上所受到的伤害之外 神情也是伟顿之极 看到三个大妖的凄惨模样 夜天有些待不住了 传音道 前辈 我要不要现在就撕裂空间 不用 这雷云从结界内吸收的灵气还不够 你现在还是无法将其撕裂 那头蛟龙摇晃了下大脑袋 眼中露出了一丝疯狂的神色 长着一只独角的龙头高高昂起 发出了一声长笑 给我破 随着蛟龙的声音 一枚拳头大小 闪烁着璀璨金光的珠子从他口中喷出 静止飞向空中的结云 就在龙珠撞入到结云之中地时候 天空中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空气中泛起一阵波纹 无形的气浪像是利刃一般 将那带有蓬莱二字的岩壁 齐齐消去了一层 就在两者相撞的同时 夜天一手提起雷虎消失在了原地 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数千米之外了 看着那被削平了的山头 夜天脸上的震惊之色 久久无法平息 当初看到张三丰笔记中 记载的他与一位大妖相争 毁掉了一棵扶桑古树的事情 夜天心中还是有些不信的 但此时见到蛟龙的手段 他才真的相信了张三丰的话 这些进入到金丹境界的高人 的确无法用常理夺知的 只不过蛟龙付出的代价 也是很大的 当漫天结云散去的时候 夜天才发现 蛟龙那千米多长的身躯 已经变得只有十多米大小了 而漂浮在他身前的内丹 则是毫无光泽 在金丹的表面 甚至有丝丝的裂纹 前辈 现在可以了吗 蕴含着夜天神识力量的声音 传入到了阵法之中 说老实话 在看到妖语天真的这一幕 夜天也是热血沸腾 不管是人还是异兽 出生之后尽在天道循环之中 而他们此刻做的事情 就是要与天抗争 将这老天捅出一个窟窿来 不行 这才两道雷劫 结界还是破不开 金毛酸所受的伤害 要比蛟龙小很多 不过神情 也是有些伪顿 雄性金毛酸抬头看了一眼 尚未平复下来的天空 伸出右爪一抓 放在雷虎面前 那个奇人高的包裹 顿时被撕裂开来 一块块木属性灵石 纷纷向他们所在的方向飞去 靠 这么多零食 果然是地头蛇啊 或许是那瘦皮制成的皮囊 有隔绝灵气的作用 直到皮囊破裂 零食滚落一地之后 夜天和雷虎才知道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木属性零食 不但对人体的伤势 有治愈功能 对异兽大妖也不例外 金毛酸这一抓 皮囊内的数百块 木属性灵石进阶飞了出去 不过让夜天眼红 差点出手将其阻挡下来的是 这里面竟然有一个木心 这个木心比张三丰留下的那个 还要大很多 刚一出现 周围就弥漫着浓郁的木属性灵气 可是还没等夜天纠结完 纳木心就随着灵石一起飞入到阵法之中 呜呜 趴在雷虎肩膀上的小金毛酸 鼻子耸动了一下 突然从雷虎肩上跳了下来 抓住一颗金属性的灵石 嘎嘣 嘎嘣地就吃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副惬意的神情 虽然身为上古异兽 但究竟出生没有多久 小金毛酸的灵智还没有开启 所以对于父母在对抗天结的事情 他是一点都不关心 寻找着灵气充裕的灵食 吃的是不亦乐乎 和小金毛酸的轻松不同 他的父母和那只蛟龙 却是趁着节云没有再次出现的空隙 拼命吸收着木属性灵气 来恢复体内的伤势 被数百块灵石和木心 所包围的那个空间里 浓郁的木属性灵气 近乎实质化了 不过这些灵气 对于三个大妖而言 还是杯水车心 几个呼吸之间 那些灵气尽数溢入到了他们体内 看得夜天是眼红不已 这么多灵石 足够他修炼到甲丹大圆满 从而迎接金丹雷劫了 小子 当这道劫雷降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我的内丹收入到体内了 记住 你最多只有一次机会 金毛酸有些虚弱的声音 从阵法里传了出来 他将内丹交给夜天 本就丧失了最强大的攻击武器 只是以强横的肉体在抗衡雷劫 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挡得住即将再次落下的天雷 我明白了 几位前辈放心 我一定不如使命 虽然人妖疏图 但想要脱离囚龙和命运相抗争的愿望是一样的 三个大妖以死相搏的行为 早已让夜天热血沸腾了 他也知道能否从这天地囚龙中逃脱出去 关键都在自己身上了 不好 结云又出现了 夜天化身刚落 金毛酸和蛟龙的头顶 又有一块结云聚集了起来 这块结云看上去漆黑如墨 里面没有任何雷声电光 但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 却从结云中散发了出来 与此同时 站在远处的夜天 清晰地感应到 这岛上的灵气又淡薄了几分 头顶的天空似乎更加明亮了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结界西伯后所造成的 不能让雷结形成 当年那只神员都在这雷结下掉了半条命 看着天上黑色的结云 蛟龙的眼睛里露出了慌乱的神色 虽然境界相当 他在这岛上也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 但是蛟龙自己明白 以肉身的修为而论 他还远远不如修炼九天玄弓的那只神员 我来 在刚才的攻击中 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母金毛酸站了出来 身后出现了一尊巨大的金毛酸虚影 同时张口一吐 散发着炙热光芒的内丹出现在了法像之上 后 法像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 双爪破空向结云撕裂而去 那内丹也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 对着结云轰击而去 显然他想趁结云尚未形成之际将其击散掉 一起出手吧 雄性金毛酸单心伴侣 口中也是发出了一声怒吼 身体陡然膨胀到数十米大小 双脚一顿激起漫天杀朔的同时 向那结云飞去竟然以肉身与其相抗 见到两位香蕉数千年的朋友都拼了命 龙吟声响彻天地 蛟龙的身体直立而起 以头顶处的那根独角 对着黑色结云就撞击了过去 三个大妖都知道 如果任凭结云形成 恐怕他们都要死在这次雷结之下 三个大妖同时出手 其威力就是元英七高人 恐怕也要退让三分 天空中的结云似乎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 骤然发出一股巨大的吸力 结云之上的结界顿时变得更加稀薄了起来 海量的天地元气 向结云中狂涌而入 是时候了 在阵法之外的叶天 敏锐了感受到了空中变化 当下将金毛酸留下的内丹 吞入到了体内 热 怎么这么热 当内丹刚一进入口中 叶天就感觉通体一阵炙热 自己好像被架在篝火上炙烤一般 低头看了一下双手 居然也是变得通红一片 丝丝热气从掌心冒了出来 起 每等三个大妖攻击到那团结云 叶天的身体就腾空而起 向着结云上方飞去 因为那里是这整个岛屿结界灵气最稀薄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是叶天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压抑住丹田内 似乎随时会爆发出来的恐怖能量 妈的 不是还没形成结云吗 可就当叶天身体飞起的同时 他忽然发现 在那道漆黑的云团之中 突然射出数道非常细小的电芒 这一下可将叶天吓得是魂飞魄散 以他的修为 即使在弱小的劫雷 都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闪电的速度 自然不是人力可以相比的 叶天心头刚刚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几道细小的电芒 就落在了雷云下方几个大腰的身上 但却独独避开了叶天 擦着他的身体击中了金毛酸的法相天地 敖屋 当那道不起眼的闪电击中了法相之后 一声惨呼从叶天耳边响了起来 他震惊地发现 在那道闪电经过的地方 法相彻底溃散开来 黑色的细小闪电 直直击中了母金毛酸的顶门处 快 撕裂着空间 那只雄性金毛酸 发出一声响彻整个岛屿的怒吼 双爪向攻击上自己的黑色闪电抓了过去 可是当两者相交的时候 他那双臂就如同冰雪遇到太阳一般 无声无息地就融化掉了 和那雄性金毛酸一样 威势害人的蛟龙 用自己的独角应接了那道闪电 一声龙吟刚发出一般就戛然而止 巨大的身躯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竟然如同无根浮屏一样重重地跌落了下来 此时空中的夜天已然无暇去观察下面的情形 当来到那团结云上面的时候 他陡然感觉到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整个身体似乎都膨胀了起来 啊 给我开 当夜天向上的双手触摸到一股无形能量的时候 顿时将体内所有的能量都爆发了出来 用力往两边撕裂开来 第八百五十二章殉情 开 开 开 整个天空中都回荡着夜天的怒吼声 腰单的力量在他身体之中完全爆发了 用瘦皮缝制的衣服早已被从他体内溢出的能量冲击得破碎不堪 助力在空中的夜天 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此时的夜天感觉自己从未所有的强大 甚至就是面对那三个大妖 他都敢与之一战 随着夜天的怒吼声 一股恐怖之极的能量凝聚在夜天的双手上 用力地将结界向两边撕扯开来 吃了 一声像是撕裂皮革的声响传入到夜天耳中 抬头望去 夜天不由大喜过望 因为在他的头顶上方吹来了一种久违的气息 那种只有在工业污染下才可能存在的空气 夜天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竟然会对这种空气如此的眷恋 只不过夜天还没来得及开口 笑容就凝聚在了他的脸上 怎 怎么会这样 在夜天头顶的结界处 被他撕裂的空间尚且不足20公分 任凭夜天如何用力 那道缺口都没有丝毫的扩大 就像是坚硬的牛皮被撕裂到了极限 竟然慢慢反弹愈合了起来 不行 我要出去 我一定要出去啊 夜天知道 如果他此时放弃的话 那他和雷虎将终生被困在这个囚龙一般的岛上 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母亲人 想到父母妻子以为自己死去那悲伤的眼神 夜天双眼瞬间变得血红一片 力量 我需要力量 夜天口中发出一声怒吼 丹田内的那颗甲丹飞快地运转了起来 他早已忘记了金毛酸的胶带 近乎疯狂地从那腰单中吸取其能量 轰 在夜天体内 像是一桶汽油被点燃了起来 金毛酸修炼数千年腰单中所蕴含的力量 全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 强大的元气充斥在夜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肉身根本就无法承载这么大力量的夜天 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内都射出了一道鲜血 空中的夜天就像是一个血人一般 他体内差不多一大半的鲜血 都硬生生地被那腰单元气逼出了体外 不过此时的夜天早已顾不上这些了 他就是死 也要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根本就不管腰单内的元气 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强行将在体内四处肆虐的元气引导到了双手之上 在那近乎粗暴的神识引导下 原本就不属于夜天的那道元气 将夜天双臂上的皮肉尽数炸开 通体呈淡金色的双臂骨骼 尽数裸露在了空气之中 给我开 体内的腰单元气不断冲击着他的肉身 夜天的神志都不怎么清醒了 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执念 那就是撕裂空间逃离这里 哪怕出去之后马上就命丧皇权也在所不惜 在腰单的全力爆发下 夜天的第二次出手 几乎拥有了金毛酸全盛时期的九成修为 被劫云吸取走了大部分元气的结界 再也无法保持结界的完整 吃了一声清响后 夜天头顶出现了一个两米见方的裂缝 我做到了 惠拙的空气从那道裂缝中狂涌而入 让夜天的神志为之一清 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两米的空间裂缝足够他们逃出这里了 在被阵法封存的这个结界 等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 当这股浑浊的空气涌入之后 结界内狂风大作 海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空中刚风四起 就连明亮的天空也变得阴暗了起来 快点 离开这里 强自保留着一丝神志的夜天 低头向地面大声喊去 它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能量在不断消逝着 而那个裂缝像是可以自动修复一般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嗯 怎么会这样 就在夜天低头看向地面的时候 整个人忽然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在那沙滩附近的三个大腰 没有一人回应自己的呼叫 更让夜天震惊的是 那头蛟龙和雌性金毛酸 体内再无一丝契机一出 蛟龙头顶处的那根独角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独角的位置上 有一个深深的空洞往外流淌着血色和白色的液体 雌性金毛酸则是更加凄惨 它那一身漂亮的金色毛发 此刻已经被炙烤得焦黑一片 同样在面门正中的地方 有个粗细直径在十公分左右的圆孔 显然那道黑色闪电已经完全摧毁了他的生机 只有在雄性金毛酸的身上 夜天才能感应到契机的存在 只是他的状态也很不好 两条手臂已经完全不见了 胸口更是被洞穿了一个大洞 不过以金毛酸那顽强的生命力 只要不是元神被灭 这样的伤势还是要不了他的性命的 而且此时他也已经逃离到阵法之外 天空中的节云并没有继续追击下来 雷虎 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快点上来了 瞥了一眼那几个大妖的情况后 夜天又将目光转到了雷虎的身上 但让他愤怒的是 雷虎带着那只小金毛酸正在空中左右晃荡 却是怎么都不往自己的方向飞 对于夜天而言 现在完全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力 每多拖一秒 他活下去的希望就要渺茫一分 而且随着时间的逝去 那结界也在慢慢收缩着 雷虎再不飞升来的话 夜天只能自己逃出去了 师父 我 我飞不上去啊 空中的气流实在是太强了 我稳不住身体 雷虎惶恐的声音传到了夜天耳中 倒不是说雷虎不努力 只是以他先天初期的修为 如果平时拼了老命的话 或许能飞到夜天此时的高度 但问题是 现在结界内的空间极不稳定 从未外界进来的浑浊空气搅乱了里面的灵气 无数灵气在空中打着圈子 形成了一道又一道无形的漩涡 拉扯的雷虎左右摇摆不定 就是夜天对这种情况也是无计可施 他那几乎已经全是白骨的双臂 还在用腰单爆发出来的力量和结界抗衡着 如果他现在放手的话 恐怕用不了几秒钟 那结界就会恢复如初 师傅 不行 我上不去了 您自己出去吧 刚刚飞到三百多米高空的雷虎 被一道灵气漩涡一卷 身体瞬间往斜处飞出了一百多米 他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大声喊道 师傅 出去之后给父亲说 儿子日后再不能进小床前了 雷虎以前虽然心思不正 但却是个大孝子 在这种场景下 他想到了仍然是年鱼八旬的老父亲 至于什么功名利禄 则是再也不重要了 不行 我要撑不住了 腰单里的能量终究是借来的 在叶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借用了里面一部分力量后 那股能量也在逐渐消失着 叶天知道 自己最多还能支撑三十秒的时间 我来送他们出去 突然 一个声音在空中回荡了起来 那只上存一息的雄性金毛酸 坐立在了地上 当他的视线扫过伴侣和千年好友的尸身后 眼神中露出一种绝绝的神色 小子 一定要善待我的孩子 他或许是这世上最后一只金毛酸了 当那大妖看向空中雷虎尖头的小金毛酸的时候 目光却是变得柔和了起来 张口一吐 一团肉眼可见的金色元气滑破空间 将雷虎和金毛酸包裹了起来 迅速地向高空升去 妈的 跑得比我还快啊 叶天只感觉眼前一花 一道静风从他面前吹过 雷虎的身体已然消失在了那个裂缝中 此时撕裂的结界只有七八十公分大小了 叶天艰难地向下方喊道 前辈 你快点上来吧 我要支撑不住了 不 你出去吧 我要留在这里 金毛酸摇了摇头 释放出一道气息 将自己伴侣和道友的尸身都卷了起来 凭空漂浮在他的面前 为什么 以前被您的修为 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的啊 叶天有些不解地喊道 他能感应得到 雄性金毛酸的生机并未断绝 只要有充裕的灵气 那些伤势对他而言不算什么 但是当夜天看到金毛酸 那和人类一般无二的眼神时 他终于明白了过来 在这个世界里 不光是人类拥有情感 别的生物一样拥有着情感 厮守数千年的伴侣身亡 雄性金毛酸 已然是决定要殉情了 只有这样 他才能和自己的伴侣终生相守 谁说野兽无情的 换了我 能不能做到呢 金毛酸的眼神 让叶天的思绪有些有理 他不知道 当自己和于清雅 处在生死离别之际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不过此时环境 很显然不是思考的时候 在明白了金毛酸的决定之后 夜天支撑着结界的双手 猛力一丝 身体从那裂缝中窜了出去 回头一瞥 夜天脑海中 在这空间留下的最后一个景象 就是金毛酸 带着自己伴侣和挚友的尸身 淹没在那漫天的雷海之中 第853章双双晋级 夜天不知道 就在他的身形 刚刚钻入到空间裂缝中的时候 岛上各处军事 响起了震天的售吼声 树道强大的气息 纷纷向这个方向聚集而来 而此时 金毛酸和蛟龙的尸身 都已经被淹没在沙滩的雷海之中 岛上几乎所有达到大妖境界的妖兽 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气息 消失在了这片空间之内 这让那些修为境界不如这三个大妖的妖兽 都拼了命地向这里赶来 其中速度最快的 要属一只金翅大鹏鸟 当它见到天空中的裂缝后 口中发出一声高亢的英鸣声 身体像是利剑般向那裂缝冲去 可是就在金翅大鹏鸟距离不断缩小着的裂缝 还有数百米的时候 一道劫雷突兀地出现在它的头顶上方 将毫无防备的它垫得是毛发脱落 身体重重地摔向了地面 联手抵抗天雷 咱们一起冲上去 又有两个大妖赶了过来 这两个均是体型庞大 一个像是传说中文猪菩萨的白象座旗 长着长长的鼻子和巨大的獠牙 而另一个身长达到了五十多米 浑身长着厚厚的毛发 竟然如同史前的玛雅巨兽一般 不过它们来得显然晚了 没等这三个大妖联手 那结界处的裂缝就完全愈合了 同时在结界之外 一股庞大之极的天地元气 向结界狂涌而入 原本被结云抽取了大量灵气的结界 马上变得厚实了起来 看着天空中浑然一体的结界 三个大妖同时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它们知道 自己已经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许终生将再也无法从这岛上逃出去了 随着结界的恢复 历时一年的灵气波动也终于结束了 大量的天地元气注入到岛屿阵法之中 冲击大阵的异兽也尽数散去 整个蓬莱仙岛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是在少数几个地方 响起几声不甘的怒吼 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就在那结界即将封闭的最后关头 夜天显之又显地从里面钻了出来 当看到那再没有白色灵气的蔚蓝大海和天空时 夜天口中发出一声长啸 远远地回荡在了海面上 夜天出现的地方 正是当时他掉进那空间裂缝的半空之中 在他身下数百米处 就是波涛四起的大海 而找他一步先逃出来的雷虎 此时正在他身下两百多米的地方 嗯 怎 怎么那么痛啊 夜天提起一口真气 正想将身形稳定在空中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周身上下 再无一丝灵气的存在了 下腹处的甲丹变得暗淡无光 几乎停止了炼化真气的运转 更要命的是 夜天那几乎变成一双白骨的两臂 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就像是万以尸体一般 那般痛楚要是患在常人身上 怕是早已大声哀嚎了起来 妈的 这次亏大发了 同时在夜天的体内 一股虚弱的感觉传出 他的原神像是遭受了突然一击 整个人眼前一黑 再也无法维系住空中的身体 重重地向身下的大海坠去 一个念头刚刚闪过 整个人就陷入到了昏迷之中 砰的一声巨响过后 海面上浪花飞溅 夜天的身体像是炮弹一般 砸在了海中 师父 您怎么了 此时雷虎才发现了夜天的影踪 口中发出一道惊呼后 迅速地向夜天落下的地方飞去 我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夜天这一次的昏迷 并没有像前几次那般 神石被困入到了石海深处 短短的三天之后 夜天就自行行转了过来 艰难地转动头颅 夜天发现在自己周围 赫然站立着狗心家和左家俊两位师兄 另外还有自己的大弟子周孝天 孝天 这是在哪里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师父 您终于醒了 周孝天扑通一声 跪在了夜天的床头 眼中热泪涌出 乌叶者说道 师父 弟子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我 我一直在这大海中寻找您 我相信您不会死的 见到夜天醒了过来 周孝天这一年中压抑的情感 尽数爆发了出来 哭得就像是个受委屈的孩子一般 就连一旁的左家俊和狗心家的眼中 也不禁湿润了起来 从夜天飞机失事失踪到现在 整整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尽管周孝天口中坚信师父不会出事 但内心的那份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变淡了 就在他即将崩溃的时候 夜天的突然出现 让周孝天的情感找了一个宣泄的地方 记住 除非我告诉你我要死了 否则见不到我的尸体 都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夜天苦笑着摇了摇头 想着上天对自己师父的作弄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他妈的 咱们蚂蚁一脉经常会泄露天机 为上天所不容 这贼老天不止玩我一次了 你们习惯就好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夜天真的怀疑 幕后有一双黑手在推动着师态的发展 就像俗话说的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那样 从对天道的不屑一顾 夜天现在却是异常的忌惮 师弟 我说你别有事 没事就完失踪 笑天年轻 还能承受得住 可是我和你二师兄的年纪都不小了 这心脏可是尽受不住这种刺激啊 听到夜天的话后 一旁的狗心家不答应了 他们两个老胳膊老腿的 也陪着周笑天在海上待了足足一年之久 当然 要不是出现一些别的变故 他们未必就能停留那么久 大师兄 您当我想了 我这也是被逼的呀 时隔一年 又见到了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夜天只感觉心情无比的放松 他没有立即去检查自己体内的情况 而是和几人闲聊了起来 在此刻 什么长生不老 什么金丹大道 尽数被夜天抛在了脑后 咦 二师兄 您 您什么时候进入到先天之境了 和两位师兄闲扯了几句之后 夜天的眼睛忽然一亮 他此时体内的真气虽然贼去楼空 丹田内的真气凝聚得比蜗牛还慢 但他毕竟是半步金丹的人 大眼从二师兄的身上扫过 左家俊的修为已经被他看得通透 不对 大师兄 您也进入到先天之境了 没等左家俊说话 夜天的目光又看在了狗心家的身上 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更加古怪了起来 因为他发现 二师兄体内的真气已然全部转化成了真气 这代表着他也跨入到了先天之境 二师兄进入先天 夜天尚且还能接受 因为他曾经留给左家俊一些水属性零食 足以帮助他转化体内真气了 但狗心家却没有合适自身属性的灵石 一直都被卡在了后天巅峰的关口 在查阅了张三丰的修炼笔记后 夜天知道 除了用灵石转化真气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那就是在五行灵气齐聚的地方修炼 使身上的五行灵气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后 也能突破到先天之境 只是在现如今的地球 灵气匮乏到了极点 就连神农架内的那个虚势和长白山的阴阳双坛 也无法达到这种要求 夜天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从后天进入先天的 别说我们了 要不是这地方的天地灵气骤变 怕是连啸天都要进入先天境界了 听到夜天的话后 狗心家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得意的笑容 身为麻衣一脉的大师兄 他的修为一直都被小师弟远远地甩在身后 虽然嘴上不说 但狗心家心里也是有些压力的 当初夜天失踪的时候 也只不过就是先天初期的修为 现在狗心家同样到了这个境界 他终于能在小师弟面前找回一丝大师兄的感觉了 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夜天正说话间 突然感觉双臂传来一阵剧痛 连忙将丹田内那为数不多的真气灌输到了两手之上 同时低头看去 却发现自己的双臂已经被包裹了起来 透过那层厚厚的白沙 夜天看到 手臂上已经长出一层血肉 这也让夜天长长地松了口气 否则即使他进入金丹大道 而双臂残废的话 那也是夜天所无法接受的 在一年前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这里的天地灵气发生了一些变化 大海中的灵气好像都向这边涌来 各种灵气混杂 于是我们除了搜寻你之外 就停留在这里修炼了 原来就在夜天失踪没多久的时候 在这个印度洋最深处的地方 从四面八方汇聚了无数的天地灵气 将这一片海域包围了起来 在灵气凝聚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这处海域仿佛从大海上消失了 从外界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变化 如果不是事先就感觉到了不对 早早记下这里的坐标 恐怕狗心家等人也无法得到此次机缘了 经过一年的修炼 他和左家郡双双晋级到了先天之境 第854章原委 别说狗心家和左家郡二人 这处灵气汇聚之地 就连周孝天也是受益匪浅 功法修为突飞猛进 此时已经是画景巅峰的宗师级人物了 但是在三天之前 海上风云突变 那些灵气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 如果这灵气能再持续一年半载功夫的话 怕是周孝天也能晋级到先天境界 现在这周围怎么感觉不到一点灵气 听到大师兄的讲述后 夜天皱起了眉头 海上是这个世界受到污染最轻微的地方 由此也成为灵气最为充裕的所在 可是此刻躺在病床上 夜天感觉不到任何灵气的存在 小师弟 别说这里了 恐怕就是整个印度洋的海面上 都没有什么灵气了 狗心家文言苦笑了起来 他和左家骏刚刚进击 还需要大量的灵气来巩固修为 所以当那片海域灵气消失之后 他马上调用了一架水上飞机 沿着海面搜寻起灵气充沛的地方来 可是让狗心家震惊的是 他们在一日内飞出了上千公里的海域 却发现沿途所在的地方 竟然连一丝灵气都没有了 往日生机勃勃的海面 如同死狱一般 在海面上 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体型庞大的鲸鱼尸体 本还想扩大搜寻范围 但就在这时候 他们接到周孝天的信息 说是找到了叶田 狗心家师兄弟这才匆忙返回 不过按照他们的推测 这整个印度洋中的灵气 怕是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竟然会是这样 叶田微微闭上了眼睛 忽然想起那结界愈合之事 心头不由一亮 脱口说道 我明白了 小师弟 你明白了什么 你知道这些灵气是怎么消失的 狗心家等人 对叶田这句没头没尾的话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大师兄 我先给你们说说 我失踪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吧 叶田苦笑了一声 将当日飞机爆炸 又正好遇到了雷暴区 以至于雷电撕裂空间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面前这几位都是自己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而且他们也都算是进入到修道界 叶田相信他们能理解自己所讲述的事情 什么 张三丰 还有穷奇金毛酸 老天 小师弟 你究竟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 是《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世界吗 饶市眼前这几位能接受的事物远远超出常人 但是听完叶田讲述的事情后 三个人还是傻掉了 任凭他们的想象力如何丰富 也没法想象叶田竟然进入到一个神话世界之中 尤其是狗心家通金博谷 对叶田所说的那些上古异兽都极为熟悉 随着叶田的话语 一个个异兽的画面出现在狗心家脑海之中 他那嘴巴也是越张越大 叶田 这世上真有修成金丹大道之人 左家俊关心的却是修为境界的划分 因为当他进入到先天之境后 已经可以借助真气陆地飞腾 那种强大的力量 让左家俊认为自己已经到了修炼的巅峰 至于金丹大道 只不过是传说中虚构出来的罢了 但是叶田的这番话 却又颠覆了他的认知 自己苦苦修炼了一辈子 居然还不如那蓬莱仙岛上一些如毛隐穴的野兽 这让左大师心里很是难以接受 当然 且不说张真人了 就是我所见到的那三个大妖 修为都相当于金丹七高人 如果放到这凡尘俗事之中 怕是再也无人可治 叶田点了点头 心中虽然对那对生死与共的金毛酸钦佩异常 但也感到有些庆幸 要是那三个家伙真的来到这片空间里 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老天 原来都是真的 那些到经典集上的记载 竟然都是真的 要不是知道小师弟从不妄言 狗心家一准认为他是在编故事 山鬼木枭 上古一收 这些可都是出现在神话故事中的情节啊 尤其是那岛上充裕的灵气 更是让狗心家心动不已 狗心家在这世间 除了夜天和师门之外 就再也没有一个亲人 所以要是能生活在那种地方 对他而言 无异于就是一处动天福地 以他的道心境界 压根就不存在孤独一说 不过当得知了夜天这一身伤势 都是因为逃出仙岛所致的 狗心家也打消了去寻访仙岛的主意 从古至今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修道高人 无疑不想寻的仙岛 可除了夜天这等大机缘之人 还真没有人成功出入仙岛 当那结界封闭之后 彭兰仙岛和人世间 似乎隔绝了空间 成为两个世界 对了 小师弟 你说这海上的灵气 莫非都是被那岛屿吸取了过去 绝了进入岛中修炼的念头 狗心家马上想到了眼前的事情 毫无疑问 这海上之前凝聚和刚刚消失的天地元气 应该都和那大阵有关 九成就是这么回事 我看不仅元气消失和那阵法有关 就连地球上灵气稀薄 也和那岛屿有脱不开的关系 在得知两位师兄 晋级到先天境界的时候 夜天心中就存了怀疑 现在更是可以确定 那阵法的运转和阻碍凶兽出入的结界 应该都是地球在为其提供的能量 只有曾经身临其境的夜天才知道 那座岛屿是如何的巨大 其占地面积恐怕就是比之一个大陆 也不遑多让 在天地易变灵气匮乏的今天 恐怕要清整个地球上的天地元气 才能让那阵法和结界继续维系下去 其实夜天猜得不错 在天地大变之前 地球上灵气充裕 足以提供阵法运转所用的灵气 但就在几百年前 地球进入到末法时代 灵气一天比一天稀薄 养着这么个只进不吐的地方 地球上如果灵气充沛 那才是怪事呢 对了 两位师兄我新收的那个弟子呢 大概的解释了一下自己 这一年多来所遭遇的事情之后 夜天忽然想到 这说了大半天的话了 竟然没有看到雷虎 那小子虽然有点薄情寡义 但笑到不失 应该不会抛下自己独自离去吧 新收的弟子 一旁的周小天文言愣了一下 开口问道 师父 您说的是江山小师妹吧 她对占卜一道天赋极高 由大师兄亲自教导的 不过在两个月前 我们就送她读大学去了 毕竟小师妹年龄还小 对于预测吉凶 占卜问卦一道 江山绝对称得上是个奇才 很多问题只要解说一次 他就能牢牢记住 挂象之准就是比之左家俊也不遑多让 让众人对他均是喜爱异常 要不是她是叶天选定之人 恐怕狗心家早已将她收入门下了 江山 这小丫头倒是挺争气的 听周小天说起江山在奇门术法上的天赋 叶天也是颇为高兴 随口聊了几句之后 重新将话题扯到了雷虎身上 孝天 我说的不是江山 而是你的师弟雷虎 就是鸿门雷震天的儿子 雷震天的儿子 周孝天文言张大了嘴 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师父 您不是说那小子生性阴险一肚子坏水吗 您 您为何收他为徒呢 叶天在旧金山的入鸿门开香堂的事情 周孝天和狗心家等人都知道的 自然也知道雷虎和宋小龙联合起来 算计宋威蓝的事情 眼下听到叶天收了雷虎为徒 不光是周孝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连狗心家和左家俊 也是一脸诧异地看向了叶天 叶天摆了摆手 说道 雷虎的本性并不坏 至少是个智晓之人 这些先不说了 你们是怎么寻到我的呢 我们发现你的时候 你是在一艘深海作业的渔船上的 听说是个年轻人将你送上船后就离去了 难道那人就是雷虎 虽然这一年多以来 狗心家等人一直都留在这片海域中修炼 但对叶天的搜寻却一日都没放松过 几乎所有经常在印度洋中活动的船只上面 都贴有叶天的照片 所以那个渔轮再见到叶天之后 马上就用无线电通知到了狗心家等人 他们也是好运 因为仅是唐文远悬赏支付的赏金 就抵得上他们出海十年的收入了 算是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想了一下 左家俊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雷虎应该四十多岁的年龄了 哪里称得上是什么年轻人 小师弟 这事有些蹊跷 这有什么蹊跷的 叶天文言笑了起来 两位师兄 您二位现在照照镜子 如果说你们俩都是七老八十的人 看看有谁会相信 雷虎那小子在半年多以前 就进入到了先天之境 他的修为比之你们差不了多少 相貌年轻一点也是正常的 从后天进入到先天之境 整个人所发生的变化 就算称之为脱胎换骨都不为过 现在的狗心家和左家俊从外面看去 充其量就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看不出丝毫的老态 第855章奇句 你说的倒也是 不过那雷虎心术不正 你为何将他收入门下呢 听到叶天的话后 狗心家哑然失笑起来 在晋级先天之后 他和左家俊的头上白发 全都变成了黑色 脸上不见一丝皱纹 皮肤白润的犹如出生婴儿一般 怎么看都不像是年近九旬的老人 相貌变得年轻了 狗心家倒是无所谓 因为这世上认识他的人 几乎全都死绝了 没有人会感觉到奇怪 不过左家俊确实有些纠结 他生活在世俗间 朋友变天下 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向别人解释呢 叶天摆了摆手 解释道 大师兄 雷虎本性不坏 而且现在心性变化了许多 我想日后将门中事物交给他打理 蚂蚁一脉之所以人丁不忘 主要原因还在于门中无人主事 当年李善元就是个懒散性子 除了修炼术法之外 更多的则是在完善门派功法 哪有闲功夫去广收门徒 而到了叶天 那就更不用提了 他整个就是一甩手掌柜 加上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别说顾及门派中的事物了 就连父母老婆都见不到他几面 至于狗心家左家俊等人 一个早年退隐山林明哲保身 是有心无力 一个周旋于豪富上层社会之中 地位身份崇高 自然不愿意自讲身份 去做那像武馆一般开门授徒的事情 你的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但是 狗心家摇了摇头 话虽然没有说完 但前台词说的却是十分清楚 将振兴蚂蚁一脉的重任 交给雷虎 他是不怎么放心的 大师兄说的没错 天地君亲师 师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那雷虎居然就此不闻不问 自行离去 这样的弟子 如何能去教导我蚂蚁门下呢 左家俊对叶天的决定也不是很支持 在他们见到叶天的时候 叶天整个就被包裹得像是个粽子一般 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为人弟子的 居然不在身前伺候 就是将其逐出师门也不为过的 两位师兄不用多说了 他肯定会回来的 叶天也有些不明白雷虎为何离去 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在进入先天之境后 雷虎整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心胸狭小的鸿门大佬了 快快看神仙了 外面有人在飞呀 正在叶天和两位师兄争辩雷虎之事的时候 这艘游轮外面的甲板上 忽然传出一阵惊呼声 狗心家和左家俊眉头一皱 同时释放出了神识 晋级到了先天 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拥有神识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 狗心家和左家俊已经习惯了用神识去观察事物 这远比用眼睛要更加方便得多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啊 夜天伤势虽重 但神识却好像比之前又强大了几分 早在那些人叫嚷之前 他脸上就露出了微笑 因为远处海面上传来的那股气机 正是雷虎无疑 他还敢回来 哼 听到夜天的话后 左家俊口中发出一声冷哼 转身走出了仓室 虽然外面的那股气息之强大 并不在自己之下 但老而迷奸的左家俊 自然不会畏惧雷虎这样一个晚学后进 大师兄 是不是这人修为精进了 脾气都会发生改变啊 看到二师兄一脸不愤的走了出去 夜天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以前的左家俊可是喜怒都不会放在脸上的 可是进入到先天之后 脾气却比以前要大了许多 师父 我也出去看看 周孝天对外面这个四十多岁的师弟 也是感到十分好奇 和夜天打了个招呼后 匆匆钻出了仓室 其实周孝天这回心里正不平衡呢 雷虎以前连练其化神的境界都没有 短短的一年内 他的修为居然能赶上两位师伯 作为夜天的开山大弟子 周孝天自然是压力山大 都退下去 没我的招呼 一个都不准出来 周孝天赶到甲板上的时候 正好看到左家俊将那些船上的水手赶了回去 原本这艘豪华邮轮上的水手都是鬼老 但是唐文远将这艘船买下来之后 就全换成了华人 而为了方便修炼 这些所换的华人船长和水手 都是从港岛的鸿门弟子中挑选出来的 这一年多来 他们多次见到狗心家等人踏水而行 此时见到天空中突然落下个人了 除了叫嚷几声之外 倒还算是接受的比较快 左家俊的话还是很管用的 转瞬之间 原本挤满了看热闹的甲板 就变得空荡荡的 除了站立在船舱处的左家俊二人之外 在他们二十多米处的船舰那里 站着一个看上去最多只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的穿扮十分的古怪 头上长着其间的长发 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是用瘦皮缝制的 而年轻人的右臂处甚至连衣袖都没有 或许是手艺不佳的缘故 两条裤腿都是一长一短 破破烂烂的 就像是个刚从深山里出来的野人一般 在雷虎缺失了一条手臂的右肩处 背着一个足有雷虎身材大小的背囊 这背囊不知道是用什么瘦皮缝制的 手工虽然粗糙至极 但皮质非常好 上面布满了漂亮的花纹 而在这个年轻人完好的左肩头处 则是趴着一个浑身长着金色毛发的小动物 不过显然它对身下的肉垫不怎么满意 口中发着一阵乌叶声 正用自己的力找揪着那年轻人的头发 你就是雷虎 你师父遭逢大难 身受重伤 你竟然不侍奉床前 这是为人弟子知道吗 看着眼前的雷虎 左家俊的面色很是不善 直接就出言训斥了起来 他到底在红尘中待的时间要久了 拥有了那种和常人有着绝对区别的力量后 左家俊却是做不到大师兄那般虚怀若骨 你是何人 你怎么知道我叫雷虎 还有 我师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来人正是将夜天送到那艘渔轮上的雷虎 他的修为进展太快 境界原本就是跟不上的 虽然 这段时间性情大变 但久居上尉的他 岂能忍受左家俊的指纹 当下上前走了一步 一股气机从体内溢出 原本雷虎就一米九多的身材 顿时像是又膨胀了十多公分 变成了个两米多高的巨人 从外形上看很是威猛 雷虎知道夜天仇人众多 而面前这人的修为似乎和自己相差不多 当下也不敢有丝毫的保留 一股威压瞬间将左家俊和周孝天笼罩住了 除了面前这二人之外 雷虎也能察觉到船舱内还有一位先天高手 以一对二 雷虎自认不是这几个人的对手 他也是杀伐果断的人 当下就想要出手了 雷虎不得对你二师伯无礼 夜天的声音从船舱里飘了出来 让正在对峙着的雷虎和左家俊同时松了口气 二师兄让他进来吧 感受到了雷虎身上的那股灵石波动后 夜天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 他此时也能猜出雷虎是去做什么了 对于那些灵石而言 床前服饰倒是不算什么事了 二师伯 雷虎闻言愣了一下 连忙双膝跪地败了下去 且不说对方的身份 就是不借助先导灵气 能硬生生冲破后天桎梏这本事 就值得雷虎一败了 嗯 倒不像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啊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雷虎的举动让本来存心发作的左家俊 倒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夜天是一门之主 他做出的决定 就是左家俊也不能给否决掉 起来吧 左家俊瞪了雷虎一眼 没好气退回到了船舱里 雷虎也收敛了气息 跟在左家俊身后走了进去 师父 是弟子不对 二师伯教训的是 刚一推开门 雷虎就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夜天 当下右肩微微斜了一下 丢了包裹后 静止跪在了夜天的床头 见到雷虎的动作 狗心家威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雷虎所表露出来的那种真情流露 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仅凭这一点 夜天就没看错人 起来吧 这是你大师伯 他叫周孝天 是你的大师兄 夜天挨个将几人介绍给了雷虎后 开口问道 雷虎 这几日你跑哪里去了 师父 弟子也是没办法 当时您坠落的时候 这玩意也掉下去了 雷虎踢了一下脚边的兽皮包囊 脸上露出了委屈的神色 他只有一条右臂 当时为了抢救夜天 只能将那装有零食的包裹扔掉 但是让雷虎没想到的是 刚过一天 他就遭遇了现世暴 当时夜天的伤势十分的严重 雷虎甚至感觉到夜天的丹田 似乎都有破碎的可能性 这让他心中大吉 但又无计可施 因为此时此地的海面上 就连一丝灵气都无 这对于夜天恢复伤势 是极其不利的 好在雷虎衣兜里 还装有三块木属性的零食 夜天双臂生出血肉经脉 那三块零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第八百五十六章小金 雷虎带着夜天在周围海域游一两日之后 才找到了那艘鱼轮 虽然夜天仍然没有清醒 但是双臂处已然生出血肉 性命却是无碍了 到了此时 雷虎才算是松了口气 不禁 起了巡回那袋零食的心思 对于零食的重要性 雷虎自然知之甚深 夜天想要尽快恢复 少不得需要大量的零食补充元气 所以将师傅交给渔轮上的人后 雷虎马上按照记忆中的坐标 去寻那丢弃包裹的地方来 但是让雷虎没想到的是 这处海域虽然无风无浪 但海面下却是暗潮汹涌 被他丢在海中的那个大包裹 早已不知道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 好在雷虎当时也多了个心眼 在那包裹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缕神石 虽然那装有灵石的包裹 早已被海浪冲在了数千海里之外 但是在这灵气近湿的海域 雷虎还是大致感应到了 神石所在的方位 如此折腾了几天 雷虎才从一条足有上千米深的海沟里 将那包裹寻了回来 好在缝制皮囊的兽皮极为坚韧 居然连一块零食都没有遗失 小师弟说你面相有了改变 这心境变了 整个人是变了 在雷虎进门之时 狗心家的目光就一直盯着他的脸看 直到此刻才点了点头 说道你以前应比耀眼乃是枭雄之下 现在却是佛眼佛心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狗心家当年遭逢大便 失去了一条手臂 眼下见到雷虎同样断去一臂 从心理上对其道士亲近了三分 有种同命相连的感觉 所以这才提点了他几句 而且狗心家说的也没错 原先的雷虎看不破名利二字 一心想成为鸿门会长 做出了那些背信弃义的事情 这却是眼界心胸不够宽广的缘故 这就像是一个穷人每天在啃窝窝头 你让他去想象富豪的生活 充其量也只能描绘出 那些人一日三餐有肉包子吃的场景 雷虎以前就是那种情形 但当雷虎在武道中屡次突破 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之后 以前的所作所为 就都显得是那么的幼稚了 大师伯 多谢您的教诲 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其实来到船上之后 雷虎也是吃了一惊 他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师父夜天之外 自己很可能就是最强大的人了 但是没想到仅仅这么一艘船上 居然就有两个人和自己修为相当 余下的那位大师兄周孝天 虽然没有进入先天之境 但也是后天圆满的境界 并且体内真气也开始了象真气的转变 跨入先天之境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此时雷虎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坐井观天 彻底收起了心底深处的那一丝巨傲之心 要知道 他是凭借着千载难逢的机缘 才得以晋级先天的 而狗心家等人 居然能在这灵气匮乏的空间进行突破 这种修炼的天赋 是他拍马都赶不上的 雷师兄 你这一袋子里装的都是灵石 雷虎来到之后表现出来的谦逊 让周孝天对他的感官也改变了许多 对方毕竟比自己大了二十多岁 开口称呼师弟他有些张不开嘴 所以干脆喊了一声师兄 不敢 周师兄 先入门者为大 您可千万别再喊我师兄了 我可当不起啊 鸿门本就是江湖门派 等级森严 对于称谓是非常讲究的 在鸿门中六七十岁的老头 称呼十多岁的孩子 师叔师伯的都大有人在 在这一点上 雷虎倒是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孝天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雷虎说得不错 先入门者为大 你就是麻衣一脉的大弟子 日后不可能再说这种话了 叶天文言点了点头 看向周孝天说道 以后雷虎负责门中招收弟子的事情 你专心修炼 争取早日进入到先天境界 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为尊 你们都要努力才是 叶天此话一出 就连狗心家和左家郡都坐不住了 同时站起身 躬身达到 是谨遵门主教会 狗心家坐下之后 有些疑惑地看向叶天 出言问道 小师弟 你为何如此说话 难道在这世俗界里 还会有什么敌人出现吗 金丹七的人或许不会出现 但先天境界就不好说了 不过大师兄不用多想 有我在 咱们一脉不至于畏惧何人 叶天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 他曾经在张三丰所留的笔记中看到 在当时的世俗界中 修为一旦达到猿鹰境界 就必须破碎空间 进入到另外的结界之中 按照张三丰的推测 这应该是因为在世俗界内的灵气 不够猿鹰七高人施展法力 而且对猿鹰七高人的修为 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当时活跃在世俗界中 修为最高的也就是金丹七 在张三丰之后 天地间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灵气愈发的匮乏了 叶天在清醒之后 就隐隐感觉到自己的神识 似乎受到一些压制 运用起来没有在蓬莱岛中那般挥洒自如 所以叶天这才大胆猜测 金丹七高人或许也无法在世俗界生活 他这个假丹七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武力巅峰了 我们是要抓紧修炼了 否则出来一个先天中期的人 就能将咱们横扫了 虽然叶天说不用担心 但是狗心家还是皱起了眉头 未雨绸缪 这才是老成之道 雷虎有些诧异地看向狗心家 开口说道 大师伯 只要不是金丹七的人来 咱们都不用怕的 师父可是半步金丹的修为啊 半步金丹 小师弟 雷师直说的可是真的 听到雷虎的话后 狗心家等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叶天 他们原以为叶天受了这么重的伤 修为不跌下先天就是万幸了 却没想到叶天的境界 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嗯 不过这次受的伤是有些重 怕是要调养几个月 叶天笑着点了点头 他此时体内是一团糟 由于周围灵气匮乏的原因 丹田转化真气的速度 更是慢得像蜗牛一般 狗心家等人自然看不出他的修为来 但是只要有零食供他修炼 这些伤对叶天而言并不算什么 只是滋养血肉经脉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却是急不来的 你 你可真是个妖孽啊 狗心家瞪了叶天半晌 长长地虚了口气 他原本以为自己和小师弟的差距 已经很接近了 却没想到却是越来越大了 呜呜 听着众人说话 雷虎尖头的那只小金毛酸 有些不耐烦了 伸出小爪子 在雷虎尖头一抓 口中发出呜呜的叫声 呲牙咧嘴地对着众人 做了个鬼脸 金毛酸的爪子是何等锋利 这一把抓下 雷虎的尖头顿时被拉出了几道长长的血印 不由苦笑了一声 伸手解开那皮囊 拿出了一颗金属性零食 苦笑道 零食就这么多了 吃完我可没地给你找去 说老实话 雷虎其实早就想将这金毛酸给丢掉的 但这小家伙别看出生没几年 但修为却是比他更厉害 而且把他的肩膀当成了自己母亲的怀抱 吃喝拉撒都在上面 搞得雷虎是苦不堪言 而且雷虎也不敢用墙 他可是亲眼见到小金毛酸吞食那些强大易受脑浆的事情 万一真把这祖宗惹闹了 一爪子掀开自己的天灵盖 雷虎那才叫死的一个冤呢 嘎嘣 小金毛酸根本就没搭理雷虎 将那颗零食丢入到嘴里嚼了起来 用刀斧都难以在上面留下印痕的零食 在金毛酸嘴里就像是个糖豆一般嘎嘣嘎嘣作响 雷虎 他平时就是以零食为食物 除了夜天之外 狗心家等人都是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他们可是知道零食的好处的 就这么被只猴子般的动物给当零食吃了 无不是心头滴血啊 他的食物倒不是零食 只是更加难找 雷虎闻言苦笑了起来 这东西平时吃的都是狮虎等异兽的脑浆 我们哪里去给他找那种东西啊 先拿零食喂养他吧 否则他要是发起风来 估计也就师父能治得住他 听到雷虎的话 小金毛酸抬起脑袋 很人性化哼哼的几声 挥舞着小爪子对着夜天摇晃了几下 显然对雷虎的话很不满意 那个浑身一丝气机都没的人 怎么能和他相比了 咦 这小家伙出来之后 灵智增长了不少啊 夜天眯缝起了眼睛 一股微压巧无声息地 将金毛酸包裹在了其中 原本正吃得不亦乐乎的小家伙 像是突然被人施了定身法 整个身体都僵止住了 虽然体内真气消耗一空 但夜天的神石却没受到伤害 这小金毛酸的父母均是妖丹后期的大妖 他出生就是先天修为 但比之夜天还是要差上一些 眼下被夜天克制得死死的 不过夜天也没过分 神石一放即收 就在金毛酸想要发力挣脱的时候 那股微压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857章疗伤 乌乌 小金毛酸口中发出一阵乌叶声 眼中露出了一丝畏惧的神情 但却并没有向夜天扑过去 这显示他已经有了和其年龄不相符的灵智 以后你就叫小金吧 夜天看了一眼这只小金毛酸 如果论起来 他的父母对自己算是有恩情的 如果不是那三个大妖 恐怕夜天真的要钟老在蓬莱岛上了 哪里还有现在师兄弟重逢的机会 呜呜 听到夜天的话后 小家伙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纵身一跳 从周笑天的肩头跳到夜天胸口处 讨好似的用脑袋往里拱了拱 神情憨态可居 完全没有吞食一兽脑浆时的那股子力气了 你倒是聪明 夜天被这小家伙逗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看来那岛中还有压制一兽灵智的作用 像这般洪荒一兽 原本出生就该拥有灵智才对的 好了 以后你就是我麻衣一脉的护叫神兽了 到时我带你去神农嫁 再介绍两个伙伴给你 夜天原本想摸摸小家伙的脑袋安抚下他 只是奈何全身上下被包的像是粽子一般 双臂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挪动 只能看向雷虎 说道 他洗食金属性的零食 每天可喂他半颗 否则咱们那点零食可不够他吃的 熬屋 夜天化身未落 趴在他胸口的小金毛酸顿时不乐意了 伸出爪子冲着夜天摇晃了一下 没有狮虎的脑浆食用 连零食都要克扣 这让他极为不满 我们这里有很多好吃的 饱你喜欢 以后你可能连零食都不愿意吃了呢 夜天对着周孝天挤了下眼睛 笑道 这里有什么好的食材吗 做点好菜给他尝尝 小家伙 你要是不满意 可以再来找我的 师傅 您放心吧 我一准让他吃的忘了零食 周孝天早就被金毛酸吞食零食的举动 搞得心肝耳都疼 听到夜天这话 连忙拍起了胸脯 船舱里的这些人 算上雷虎在内 都是可以说是对金钱完全不在乎的主 周孝天听闻了金毛酸 喜欢吃湿乎脑袋的事情后 甚至已经在心里盘算 是不是买下个虎猿之类的地方 专门给这小家伙提供食物了 吾吾 小金毛酸看到周孝天招呼他出去 顿时看向了夜天 在他们益寿的世界里 尊崇的是强者为尊 在场的这些人中 也只有夜天能让金毛酸感到敬畏 小东西心眼还不少 看到金毛酸的样子 夜天笑道 去吧 没好吃的再回来找我 那些零食不还都在吗 小师弟 这 这小家伙简直就是个祖宗啊 等到小金毛酸 一步三回首的跟着周孝天离开后 左家郡不由摇头苦笑了起来 要知道 一块零食就可以让人从后天进击到先天之境 这是何等的珍贵 可是在金毛酸面前 简直就像是吃糖豆一般 看得他们几个心里都在滴血啊 夜天摇了摇头 面色认真的说道 二师兄可别小看他 如果金毛酸要是能成长起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存在 恐怕就是古代的名门大派 都别想拥有这么一只上古神兽的 张三丰出世之后 除了在人间留下诸多传说之外 他还曾经去过两个有人类生存的空间结界 里面虽然也有诸多 早已在世俗界绝种了的奇珍异兽 但像穷奇金毛酸这种等级的 却是绝无仅有 恐怕他还没成长 咱们都要被吃穷了 左家俊没有见识过小家伙父母的威风 心里还是有些不以为然 不过叶天既然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当下将话题扯开 说道 小师弟 你现在是回京城还是去港岛呢 我还没有找到你的消息告诉你父母呢 我家里没什么事情吧 听到左家俊提及家人 叶天心中一阵自责 出来之后说了那么多的话 他居然没问到父母妻子 难不成这修道真修的清心寡欲不问世事了 没事 你外公说你为国家去做事了 东平他们倒是没有多问 有我和大师兄在 你不用担心家里的 为了叶天失踪这事 左家俊等人可谓是煞费苦心 不但拉了唐文远一起编瞎话 狗心家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京城 让宋浩天去面去给女儿女婿解释 那老爷子位高权重 说出来的话自然极有分量 叶家人倒还真是相信了 那就好 我暂时先不回去了 叶天想了一下 转脸看向雷虎 问道 那个木心可曾带出来了 师父 木心我给带出来了 雷虎点了点头 从那奇人高的皮囊里 掏出了木心蒲团 说道 师父 弟子无能 张真人的木简没能带出来 掉在了结界里面了 当时雷虎是将木简 另外放在一个皮囊内的 只不过那木简太过笨重 在半空中从他肩头滑落 掉在了大海之中 可惜了 那可是好东西啊 叶天脸上露出了 惋惜的神色 虽然以他的记忆力 完全可以将所有木简上的内容 都默写出来 但是他却无法模仿出 张三丰 捐刻在木简上的那种大道韵味 或许等他晋级金丹大道之后 才能办得到吧 摇了摇头 叶天看向了狗心甲 说道 大师兄 要劳烦您一件事 将这屋里没用的东西都搬走 然后布上一个五行巨灵阵法 我要养下伤势 雷虎 你也跟着大师伯多学习点 自己的这两位师兄 左家俊在占卜问卦仪道上造诣颇深 但狗心甲对于阵法的沿袭 却是连夜天都自愧不如的 所以这火只能落到他的头上了 是 师父 小师弟 没问题 雷虎和狗心甲同时答应了下来 别看他们都已经进入到了先天之境 但夜天绝对还是麻衣一脉的主心骨 说出来的话没人敢于反驳的 以狗心甲等人的修为 就是将这船舱给拆了 也是轻而易举的片刻功夫之后 这原本堪称奢华的房间就变得空荡荡了 这却是雷虎嫌麻烦 直接从阳台上降沙发什么的都丢到大海里去了 大师兄 这里摆上五颗金属性灵石 雷虎 在你右脚三步的位置 放上六颗水属性灵石 不成左边的灵气有些不均衡 二师兄再放上四颗土属性灵石 当房间收拾妥当后 夜天指挥其几人不起了阵法 和师门传承下来的五行巨灵阵不同 夜天在其中稍微做了一些改变 可以更加充分地将灵石内的灵气给激发出来 不过如此一来 也让狗心家和左家俊心疼不已 他们刚才计算了一下雷虎所带来的皮囊中 一共有各种属性的灵石931块 其中木属性灵石只有三四十块 这还是夜天自己收取的 其余的却都被那几个大妖抵抗劫雷石消耗掉了 而夜天所布置的这个阵法 竟然需要整整368块零食 一下子就去掉了三分之一还要多 这让刚刚有了点爆发户感觉的狗心家和左家俊 差点没和夜天几眼 大师兄没事的 零食虽然珍贵 但日后还是有办法搞到的 看到两位师兄哭丧着脸的表情 夜天不由笑了起来 张三丰曾经留有两个空间结界的进出坐标 那里就有灵脉的存在 而且只要拥有先天中期的修为 就能自由进出那里 如果手上实在缺零食了 夜天会想办法去那里面换取零食的 听到夜天这话 狗心家和左家俊的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等雷虎扶起夜天 让他靠坐在床上 将木心扑团放入到身下后 三人一同离开了船舱 要没有这木心 怕是我这伤最少要养上两年 感受着身下传来的 思思木属性灵气 夜天也是暗叹自己好运 木心内灵气的纯正 比之上品木属性灵食 也是不遑多让 当思思屡屡的灵气游走在经脉之中的时候 夜天能察觉得到 自己体内破碎不堪的经脉 正在缓慢愈合着 太慢了 给我开 夜天双眼一睁 原神出现在了身体上方 面目脸庞和夜天一般无二的原神 双手掐动指觉 顿时分散在各处灵食中的灵气 汹涌而出 齐齐向振心位置的夜天涌去 舒服啊 进入到甲丹期 体内容纳灵气的数量 比之以前大了十倍也不止啊 其实在先天境界 对灵食的需求量并不是非常大的 由于修为和境界的限制 一块灵食中的灵气 差不多有一半都会被浪费掉 所以即使在神州结界内 除了金丹高人之外 就是那些名门大派重点培养的核心子弟 也不能每日修炼都能服以灵食 只有才晋级关爱时 才能使用灵食修炼 可此时夜天的身体 就像是个无底洞一般 那些狂勇而入的灵气 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全部溢入到了他的体内 丝丝白色的雾气 再从夜天皮肤中一出 很快就将他包裹了起来 第858章毕竭 大师兄 小师弟没事吧 左家俊一脸担心地 站在夜天所在房间的房门之外 开口说道 这都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啊 从夜天闭关疗伤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40多天 几乎每一天 狗心家等人都要来这里转悠一圈 夜天的房门迟迟不见打开 这也让他们忧心不已 应该没事吧 小师弟此次受的伤可是不轻 闭关时间长一点也是正常的 行了 大家都去修炼吧 狗心家 狗心家摇了摇头 他们晋级先天境界的时候 也是一次闭关近半年的时间 早已体会到了修真无岁月这句话的含义 这段时间 他们使用夜天带来的临时修炼 境界也已经完全稳固了下来 周啸天隐隐到了突破的边缘 谁都不会想到 这艘在印度洋上飘荡的邮轮上 聚集着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一批人 差不多再有半个月 伤势就能完全恢复了 房中的夜天 其实并没有进入到深层入定之中 在疯狂吸取着五行聚灵阵所凝聚的元气疗伤之际 他同样也在稳固着自己的甲丹修为 自从进入到甲丹期后 夜天还没有如此静下心修炼过 结合张三丰所留木简中的修炼心得 夜天对自己现在的境界又有了一番感悟 真气运转之时 皮膜血肉鼓动 鲜血中隐隐泛着一层金光 如同江河奔流一般一遍遍冲刷着受伤的经脉 而且夜天的体内细胞也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这是基因的进化 使得它的身体结构变得更加完美和平衡 现在夜天的肉身堪比金刚 即使不运转真气 也能抵御普通子弹的射击 自己这次受伤 好像因祸得福了啊 细细体会着身体的变化 一天脑中闪过一道念头 他能感觉得到 自己吞入到腹中的那个金毛酸内丹 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掉 那股庞大的能量 好像潜伏在自己的四肢百骸之中 此时被灵气所引动 逐渐复苏了过来 居然有和自己体内真气融合的迹象 金毛酸力大无穷 体表的防御能力 更是在上股一手中数一数二的 它的腰单中自然蕴含这些特性 这种基因能量的融合 也使得叶天的肉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而那颗蕴含了金毛酸数千年真元的内丹之中 更是有着金毛酸对天道的感悟 这种感悟也尽数被叶天接受了过来 荣于自己的大道之中 叶天甲丹境界彻底稳固下来之后 也在逐步缓慢地增长着 果然不愧是可以媲美金丹七高人的大腰 对天道的感悟居然如此之深 感受着残留下来的腰单元气中 所蕴含的大道质力 叶天脸上时而露出欢喜的笑容 时而又皱起了眉头 这可不同于阅读张三丰所留的笔记 而是在真切体验着金毛酸这一生 与天抗争的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夜天双臂上的血肉 渐渐变得丰满了起来 一条条新的脉络形成 辅葬所受的伤势 也进阶恢复原本烟红的鲜血 此时带上了一丝淡金的颜色 而且往外散发着一股香气 西游记中所唐三藏的血肉食肢 可以长生不老 我都纵然没有这个效果 怕是也能驱除百病 消灾去邪吧 咽下一口含在嘴里的金叶 夜天思绪万千 当初在化尽之时 他就经历过一次洗髓换血 没成想到了甲丹七 又经历了一次 夜天能感觉到自己血液之中 隐含的灵气 倒真是有消灾去病的功效 这一番修炼 夜天可谓是得意颇多 不但治疗了双臂的伤势 更是加深了对天地大道的感悟 对于夜天而言 晋级金丹大道 只隔了一层窗户纸而已 在夜天下付出丹田中的那颗内丹 通体已经变成了半金色 有如一轮大日挂在丹田正中 周围星辰璀璨 就像是深邃的宇宙星河一般 酝酿着无穷奥妙 好的差不多了 应该回去了 微微睁开眼睛 夜天发现在自己身上 已经覆盖了薄薄的一层灰尘 心念一动 真气透体而出 将那层灰尘尽数从衣物上吹了出去 可正当夜天想站起身的时候 眉头忽然皱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为何有种心悸的感觉 不知为何 夜天忽然心脏一紧 好像被人狠狠地抓住了一钻 体内血液奔流的速度 顿时加快了几分 脑海中大到齐鸣 震得夜天一阵恍惚 轰隆隆 突然 一阵雷鸣声将夜天惊醒了过来 难道金丹雷杰要到了 夜天心头明目了过来 连忙长身而起 一步跨到门口 打开房门后身形连闪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甲板之上 师父 师弟 让夜天没想到的是 两位师兄和两个徒弟 此刻都在甲板上 一脸紧张地看着天上不断凝聚的乌云 这乌云来得极为奇怪 因为在周围都是晴空万里 这团乌云仅仅是出现在了游轮上空 大师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云团何时出现的 夜天虽然猜中了七八分 但仍然抱着一丝侥幸 看向了狗新家 说实话 他从先天初期进入到嫁丹期 只不过是短短一年的时间 夜天真的还没有做到杜金丹雷杰的准备 这云团就在一分多钟之前突然形成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狗新家的脸上露出一丝震惊 因为他能感觉得到 在那漆黑的云团中 似乎蕴含着一股 可以毁天灭地的能量 那种天道的威压 让他兴不起丝毫反抗的念头来 雷虎突然插口道 师父 这 这莫非是雷杰 您要杜杰了 要说在这个世界上 见到闪电最多的人 错非雷虎莫属了 他在那蓬莱仙岛上过一年 几乎日日都能看到电闪雷鸣 每天都是雷声伴随着他入梦的 要不是进入到先天之境 雷虎指不定双耳 早被雷声给震聋了 应该是吧 看着那天上不断凝聚而来的乌云 和里面隐隐闪现的电光 叶天的脸色也是阴晴不定 此时他体内响起了一股大道明音 似乎在和天上劫雷硬鹤一般 不行 我不能现在就金丹度节 叶天忽然想到张三丰笔记中 关于他进入到蓬莱仙岛的一个推测 按照张三丰所言 世俗界的灵气相对稀薄 空间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无法容纳超出这个空间承受力的人 他在渡圆英雷节的时候遭遇空间裂缝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只不过张真人的运气不太好 居然被送到了那个囚禁上古异兽的岛中 并且无法再度雷节 最后只能落个神石出窍语化归先 也不知道是否还存在于这个世间 时过境迁 现在的地球灵气愈发的稀薄 空间也更加不稳定了 先前一次普通的雷暴都能撕裂空间 夜天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 自己现在渡劫的话 十有八九又会被吸入到别的空间结界之内 夜天好不容易从那岛中逃出 自然不想再回去 想了又想之后 他盘膝坐在了甲板上 深深吸了口气 将石海中的元神 硬生生地压制到了丹田之中 同时夜天运转起张三丰所留的一种收敛气息的功法 将浑身的真气进阶逼入到丹田之中 隔断了真气中那大道明音和天上节雷之间的联系 片刻之后 在夜天身上再也感受不到一丝真气流转 看上去就和一个普通人无异 甚至连眼神都变得暗淡了起来 而且这脸稀之术还有一种功效 夜天站住原地 周围的人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甚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与此同时 天上不断凝结着的云团停止了动作 乌云里面雷光闪动 但却失去了地面上的目标 过了好一会后 那团乌云开始逐渐散去 阳光重新照射在了邮轮的甲板上 小师弟 你 你不会是散工了吧 这雷劫虽然厉害 你未必就过不去呀 任凭狗新家等人如何感应 都无法察觉到夜天身上的契机 一个个脸色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 修道之人本就是逆天形势 夜天如此躲避天节 以后未免会在心中留下阴影的 不是散工 大师兄 我也不是怕这雷劫 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 最少有八成把握 渡劫成功的 夜天苦笑了一声 说道 这里的空间很不稳定 我要是现在渡劫 怕是又会不知道流落到何方去 到时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来 那怕什么 度过此劫你就可以成就金丹大道 去哪里不行啊 狗新家有些怒气不争 他倒是想度金丹雷劫 可修为差得太远 估计一到劫雷就能将他轰成渣子 大师兄 我和您不一样 家中上有父母妻子 我不能让他们再伤心了啊 夜天摇了摇头 说道 天道无情 人有情 只要他们还在一天 我终生都不会离开这里的 做个绝情寡义之人 即使长生不老 那又能如何呢 第859章回家 小师弟说的是 倒是大师兄梦浪了 听完夜天的话后 狗新家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他当年遭逢变故顿入荒山之中 有家不能回 有亲不能拒 那种孤独的滋味 让他甚至一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直到后来沿袭道法 才慢慢排解了当时心中的孤寂 百年谈指一挥间 和亲人们在一起 也不枉活了这一世 夜天哈哈大笑了起来 虽然压制住了金丹雷劫 不能晋级到修道之人 梦寐以求的金丹大道 但此时夜天的心中只有坦然和畅快 没有一丝后悔的念头 嗯 心念道士又通达了不少 以后再次渡劫 想必会更加容易吧 感受着自己心中的念头 夜天脸上露出了微笑 道家有言 修身容易修心难 由于夜天修为进展实在太快 到现在只不过是短短的二十多年 修为要比那些几百岁的老家伙们都要高 所以这也导致了他的心境一直都跟不上 但是经过刚才内心的争斗 倒是让夜天的心境大大提高了 只感觉像是放下了一块大石 异常的轻松 夜天站在那里 整个人就像是融于这天地之间一般 进入到了天人之境 嗯 小师弟这是顿悟了 看到夜天闭目微笑的样子 狗心家等人不由哭笑不得起来 这闭关三个多月 刚出来还没半个小时 居然又进入到顿悟状态之中 难不成夜天就是为修炼而生的吗 熬屋 旁人知道不要打扰夜天 雷虎尖头的那只小金毛酸可不买账 口中发出一声吼叫 身体闪电般地往夜天扑去 只不过刚要触及夜天身体的时候 一股无形的能量将小家伙弹到了一边 嗯 小东西 是你吵醒了我 夜天睁开了眼睛 却是没有责备金毛酸 顿悟虽然能增长心静 但夜天也怕修为同时增长 万一压制不住修为雷杰再次降临的话 那他可能真要离开这个空间了 呜呜 小金毛酸也不怕夜天 瞪着一双纯净的大眼睛 静止跳到了夜天尖头 两只小爪子扒住了夜天的衣服 舒服地躺在了上面 哎 我说 我这可不是你睡觉的地方啊 夜天被小家伙的举动搞得哭笑不得 一把揪住了金毛酸脖梗上的毛发 将其拎了起来 呜呜 金毛酸无辜地看了夜天一眼 那无辜的眼神让夜天想到了他的父母 无奈叹息了一声 将其放回到了自己的肩头 夜天不知道 金毛酸和他亲近 却是因为他炼化了一部分老金毛酸的腰单 体内自然而然地就蕴含了一丝老金毛酸的契机 这才使得小家伙对其变得毫无防备起来 师父 就让他跟着您吧 我可伺候不了这家伙 见到小金毛酸缠上了夜天 雷虎倒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小家伙的爪子实在是太锋利了 这几个月下来 他最少换了几十套衣服了 而且尖头经常被抓得伤势雷雷 可是论速度 雷虎远不如小金毛酸 论修为 金毛酸也稳稳地压他一头 更何况还欠着小家伙父母的恩情 打不得骂不得的 雷虎都快被他给逼疯掉了 看到小家伙在自己肩头睡得香甜 夜天转脸看向了狗心家 说道 大师兄 事情已了 咱们回去吧 嗯 浩天老弟和你爸妈说你一直在非洲 你回去不要说漏嘴了 狗心家点了点头 特意嘱咐了夜天一句 他虽然入道门已久 但也是有过父母妻儿 能理解那种失去亲人的伤痛 所以一直配合宋浩天在编制谎言 夜天答应了一句 随口问道 我知道的 对了 那宋小龙现在何处呢 宋小龙 不知道 浩天老弟说他去处理这件事 我还没问呢 夜天有两次都几乎栽在了宋小龙的手上 狗心家也怕他再出什么事 当下说道 我曾经粘过一挂 他应该在欧洲某个地方 小师弟 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 不行 大师兄亲自走一趟 大师伯 还是我去一趟吧 那小子不是个东西 我要活寡了他 一旁的雷虎眼中露出了杀气 他对宋小龙的怨念 其实并不在当初夜天之下 鸿门事件完全是宋小龙在中间挑唆的 而当雷震天被夜天击败之后 宋小龙却是拍拍屁股躲到了非洲 导致在鸿门中一言九鼎的雷家 就此黯然退出 后面的事情更是让雷虎愤怒 宋小龙让苗子龙煽动他出面再次对付夜天 但自个儿一面不露 事发之后不但逃之夭夭 居然还留了后手 差点将自己给炸死掉 雷虎甚至将断臂之恨也算到了宋小龙的头上 行了 你直接去香港 那边或许会发生点事 夜天摆了白手打断了雷虎的话 皱着眉头说道 大师兄 二师兄 你们都回香港吧 让笑天随我回过就行了 小师弟 香港会出什么事 狗心家文言一惊 老唐最近有一节 却是因我而起的 你们最好马上回去 夜天的眉头皱得更加紧了 就在刚才的时候 他忽然心里有些烦躁 在心头推演一番后 却发现唐文远似乎要出什么事 而且是受他连累导致的 所以这才开口让两位师兄快点回去 狗心家右手连连掐了几个指角 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开口说道 嗯 还真是 行了 我和二师弟这就走 回到舱室 狗心家将船长叫过去安排了一番 几个小时之后 两架中型的水上飞机降落在了游艇不远处的海面上 夜天带着周笑天上了一架 而狗心家几人则是上了另外一架往港岛飞去 在飞机抵达马尔代夫的时候 夜天转成了一架国内的航班 由于事先已经做了工作 夜天被安排在了外人无法进入的驾驶舱内 他带着金毛酸的行径自然也无人去询问了 当夜天乘坐的那架飞机降临在首都机场后 机舱刚刚打开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就上了飞机 带着夜天通过一条辅道下了飞机 而在飞机下面则是停着一辆拉上了窗帘的轿车 咦 老爷子 怎么当得起您亲自来接我啊 坐进轿车之后 夜天表情夸张地说道 一年多不见 您老这是越活越精神啊 您看 这耳边乌发都长出来了 夜天说的都是事实 狗心家在海上修炼的间隙 用夜天从神农架采得的灵药炼制了不少丹药 送了一瓶给宋浩天 虽然不至于让他返老还童 但的确年轻了不少 体内的一些顽疾也得到了缓解 臭小子 见了我就贫嘴是吧 宋浩天原本想训斥一顿夜天的 可见了自己这外孙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了 别看夜天说话时嬉皮笑脸 但宋浩天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力 原本想好了的话也堵在了嗓子眼里 口中哼了一声 宋浩天的目光转到夜天尖头 美好气地说道 你怎么随身还带着个动物 我看你真是成羊鸟遛狗的顽固子弟了 乌乌 小金毛酸似乎听出了宋浩天话中的意思 那双漆黑的大眼睛一瞪 伸出爪子就想挠人 却是被夜天给拦住了 看向宋浩天说道 老爷子 这可是上古一手金毛酸 养他可不是玩物丧志 金毛酸 山海经中记载的 宋浩天从小就家境殷实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教育都接受过 自然知道金毛酸的名字 当下被吓了一跳 他知道夜天从来不说谎话的 夜天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道 我还见过穷奇呢 老爷子 想听故事 就少念叨我几句 你小子 竟是遇到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回头都要说给我听 咱们现在先回家吧 宋浩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自己这个外孙 已经不是前几年空有五粒的愣小子了 现在的夜天 身上处处透着神秘 以他现在的身份 都无法解析夜天的许多作为 更加不敢用墙逼迫夜天说 他不愿意说的事情 嗯 回家 先回家 夜天连连点头 顺手在小金毛酸头上拍了一记 说道 以后没我的话 不准伤人 小金毛酸的父母均是相当于金丹后期的大妖 所以小家伙一出生就是先天修为 体内蕴含的能量惊人 他要是违祸 就算出动大批军队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他 所以夜天这才将他带在了身边 见到小家伙用两只小爪子捂住了双眼 夜天不由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别装那一副委屈的样子 回头我烧点好菜给你吃 原本还以为金毛酸除了湿乎脑浆和零食之外 不吃别的食物呢 可是夜天没想到 他对熟食的诱惑 却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就连飞机上的快餐都吃得不亦乐乎 当然 在回国的航班上 也由此造成所有的空组人员都饿肚子的事件 第860章 昭安 老爷子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没出什么事吧 夜天不经意地用手摸了摸金毛酸的脖子 看似问得很随意 但却是让车内的温度骤然下降了几分 连宋浩天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虽然为了避免招引天节 夜天已经将全身契机都给收敛了起来 但心境却是无法掩饰的 他已经达到了那种境界 举手投足之间 都会让人莫名地产生一种压力 这也是夜天处在晋级关口所导致的 如果真的进入到金丹期后 夜天在收敛气息的话 那就会和普通人完全没什么两样了 就算丢入到人群里 旁人也很难发现他的存在 至于这会向宋浩天提出这个问题 却是夜天曾经听周小天说起过 在他从俄罗斯离开后 京城的四合院的附近 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国人 直到周浩天去寻找夜天的时候 那些人依然还在 这让夜天对宋浩天有些不满 当初他可是亲口答应自己 夜家在京城的安全 由他来负责 话再说回来了 自己的老妈 不也正是宋浩天的亲女儿吗 你小子 怎么这气场越来越足了 老头子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宋浩天牛脸看了夜天一眼 语气略带不满地说道 有我在京城一日 就能保得夜家太平一天 你担心个什么劲 真当我老的什么都不能干了吗 虽然不比夜天那种自然形成的气场 但宋浩天也是久居上尉之人 这一番话说出来气势十足 倒是将夜天的气场给抵消掉了 那就好 老爷子 平安是福啊 夜天往后一仰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话中露出了强大的自信 此时的他和一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那会他或许还会畏惧这个世界的科技力量 但是进入到假单期后 夜天知道 除非雷杰降临杜杰失败之外 只要自己不想死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能从肉体上消灭他了 夜天 外公 有点是想问你 宋浩天看了一眼前面看车的司机 虽然知道中间有隔音玻璃 声音还是压低了几分 在俄罗斯出现的那个可以对抗导弹的人 你认不认识 还有 你要老实告诉外公 你们这些人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在俄罗斯事件之后 宋浩天那平静已久的四合院 又重新变得热闹了起来 甚至有几个极其重要的会议 就是在那不起眼的四合院里召开的 会议的内容不言而喻 自然是这个国家的决策层 对他们所无法掌控力量的担忧 古人说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 虽然火气盛行的近代 这种说法已经不适用了 但是夜天和丁宏的出现 重新引起了各国的注意 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异能者的研究 夜天和宋家的关系 在京城这个圈子是世人皆知的 所以已经退休了几年的宋浩天 又担任了个国家安全防务事务顾问的职务 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和夜天接触 最好能将夜天拉入到体制内 当然 切片研究这些话 那些人士提都不敢提的 不管是莫斯科黑帮群体覆灭事件 还是西伯利亚军事演习行动 军事很完美的诠释了异能者的强大 没有人愿意把夜天往死里得罪的 老爷子 你说的那个人叫做丁宏 不过他已经死在雷劫之下了 他的尸体不都被你们给瓜分了吗 夜天似笑非笑地看着宋浩天 说道 想要知道我们这类人强大到什么程度 老爷子 您没事多翻翻搜神记 或者是三海经这一类书就知道了 实在不行的话 西游记也是能参考下的 臭小子 开你外公玩笑是不是 听到夜天这话 宋浩天顿时瞪起了眼睛 近二十年里 不论是他在位置上还是退下来 嫌有人敢如此和他说话的 夜天所说的这些书 读过的人很多 但除非那人犯了失心疯 才会认为书里的故事是真实的 人类做了飞天梦 已经数千年了 还不是最近几十年 才成功登上的月球 所以宋浩天才会认为 夜天是在消遣自己 他怎么都不会相信 那些所谓的修道者会如此的强大 要真是这样的话 早些年中国也不会历经劫难了 那些人出手 什么八国联军的 一掌就能灭掉啊 您看 我说了您又不信 那还问我干什么呀 夜天根本就不吃送好天那一套 摆了摆手说道 老爷子 我给你科普一下修炼的境界吧 修成金丹大道 呼风唤雨排山倒海完全不在话下 要是成就原因的话 那怕是能徒手撕裂空间 肉身能进行入宇宙空间里去了 夜天这话倒不是无地放食 以他现在的修为 即使不呼吸 也能维系生命数月之久 而且高空中的刚风 对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小 不过突破大气层 夜天现在还没有这个把握 但是夜天相信 如果真的进入到了原因期 或许就能突破大气层进入太空 要知道空气或者是灵气 都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种游离能量而已 当人类进化到了极致 从宇宙中直接吸取能量 也未必是不能的事情 至于呼风唤雨这等神通 只要有足够的能力 对天地灵气进行掌控 改变某一地域的灵气波动 使之形成对撞刮风下雨 按照夜天的猜测 修为到了金丹期就可以做到 停 停下 我说 你给我说点靠谱的行不行啊 夜天这番话尚未说完 就被宋浩天白手制止住了 你小子先别吹 你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境界 说给我听听 被夜天忽悠了这半天 宋浩天说话的方式 也不自觉地和夜天学了起来 听得夜天不由笑道 我修为尚浅 只不过是半步金丹而已 宋浩天不明所以地问道 半步金丹 那是什么个境界啊 夜天笑道 就是只差半步就能进入金丹大道 那你差不多也应该有相当于金丹境界的修为吧 宋浩天追问道 比之金丹期要差许多 这半步是否迈出去 差别很大的 夜天摇了摇头 他见过金毛酸和蛟龙全力出手的威力 绝对不是他这个甲丹能与之相比的 你小子啥能力都没有 那我怎么才能相信你的话呢 宋浩天像是抓住了夜天的把柄一般 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根本就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如果夜天真有他所说的那么强大 简直就是颠覆了老爷子对世界观所有的认知了 我干嘛要您相信啊 听到宋浩天的话后 夜天不禁哑然失笑 别说他了 就是一般稍有身份的武师 都不屑于在官府面前证明自己 他才懒得去和宋浩天解释呢 不是让我相信 而是让另外一些人相信 宋浩天的语气变得严肃了起来 夜天 国家对你们这类人非常的重视 这也是你父母没有受到任何骚扰的原因所在 否则即使是我 也无法左右一些人的决定 所以 你必须表现足够强大的实力 才能继续保证 威蓝他们的生活不受到打扰 哦 您的意思是 如果我明不复时 或者是不接受国家招安 那他们就会对付我爸妈 夜天文言 瞳孔不由紧缩了一下 正在他肩头睡觉的金毛酸 却是突然跳了起来 这种上古异兽 对于危险的感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在刚才 他从夜天身上察觉到一种危险的契机 当然不会了 有我老头子在 他们总归不会做得太过分 不过对你就不好说了 宋浩天皱了皱眉头 说到 国家是希望你能参与到 对异能者的研究中来 不过你放心 他们是不会做出危及你安全的事情的 这一点外公可以向你保证 而且只要你加入进来 马上就会被授予少将的军衔 此时宋浩天心中已经认为 夜天之前所说的话都是在吹牛而已 所以他也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 进入军队研究机构 就等于是对了一张护身符 别人再想打他的主意 却是要有所顾忌了 加入异能者的研究 还给个少将的头衔 这手笔可不小啊 夜天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外公 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从小就咸云也喝惯了 受不得人管教 我看还是算了吧 以夜天现在的修为 只要他全力释放出契机 肯定能引来金丹雷洁 他之所以将修为压制了下去 就是想多陪陪家人 哪里有闲工夫加入什么研究机构 别说少将了 就是给个上将夜天都懒得搭理 行了 老爷子 您也别劝了 我是不会参与到你们这些事情里去的 看到车子已经驶到了家门口的胡同外 夜天摆了摆手 说道 等回头 您安排一下 我去见见那几位 也好让他们死了心